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吗?嗯!人终有一天会成为月亮街的过客 一七一会的过客 在他说话间 小孩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最终化为星星点点的光团消散在白昼里 你在干什么?目睹这诡异的一幕 腾衣里猛地推开窗 吓得少年一个亮相 他捆住脚步 似乎比少女更震惊 你能看见我 在她的腰斜下 少年不得不坦白身份 她叫星寻 是一个来自月亮街的野导者 所谓引导者 和传说中的死神有点像 负责引导王魂去月亮街 王魂在月亮街度过一夜 一切记忆都会留在月亮街七夕的群青树上 而只有引导者和王魂才能抵达月亮街 若非亲眼目睹刚才那幕 腾衣里一定会觉得 他说这些话是中二病发作 那我能看见你 莫非 我已经死了 腾衣里问 这些话唯一 这些话唯一